记者为景云桃园报道,桃园是50岁无姓男子硬缺钱花用,今日凌晨在距离派出所不到300公尺远的娃娃机店,持铁锤毁损娃娃机台,窃取送价约25000元等的3C产品,不料还没得手,就因玻璃碎裂声过打,引起民众报警,被警方压制并逮捕到案讯后,一窃报在嫌疑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 警方表示,今天凌晨3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,桃园市炉竹区南竹路五段某间娃娃机店发出巨大声响,大竹所警员黄罩店获报赶赴现场发现,吴南正拿着三大包脏物要离开,看见警察来的乌贼吓得立刻丢下脏物图不讨好,还准备翻进大竹火小校内躲藏,警员黄罩店现状立刻与道场支援警员徐辅任, 苏博颖上前压制,吴贤落网后表示,平常当临时工都会随身携带铁锤,刚好缺钱花用右键四萨无人才出此下策,原本以为万无一失,不料才刚犯案警察马上就到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